出事啦 小猪麻吉反锁前女友 小猪啊 你知道你的好朋友大木出事了吗 她一月初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 对方是大陆旅游节目的外景主持人林凯欣 不过听说才交往二十一天就分手了 最近女生在脸书上写 被你反锁在车内七小时 怕报警撬破玻璃上新闻 所以只能赌一把 希望自己在车里昏睡不要窒息 那个女生的朋友跟我说 把她反锁在车子里的人 就是你那个朋友大木啊 哎哟 小猪怎么会这样啊 你认识的那个大木应该不会这样对女生啊 是不是一个误会啊 结果啊 这个忘不了旧情的前女友 竟然还在脸书上发文说 我相信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哎小猪啊 麻烦你跟你的朋友大木说一下 对女孩子这么粗心 小心以后没人爱啊 突然是不忘了 怎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